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可以想像的 今天考試院最大最來人可貴的就是他的行政中立性 所以整個考試院的運作不受政黨政治的影響 考試委員都是由總統提名 到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NCC的委員是由行政院提名送到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那你要告訴我說 總統提名就比較超然 偏偏我們總統就是政治性最高的職務 那為什麼要我們相信說 一個由政治性最高的職務所提名 然後經過另外一個政治性一樣高的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我們要相信他是超然的 在對NCC委員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就比較有政黨的觀念 然後我們對於考試委員在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就沒有政黨的觀念了 是這樣嗎 是上帝突然或者佛祖突然在我們頭上敲了一下 我們頭就亮了 我們就開光了 你告訴我一個道理吧 你們考試委員就是這個考試制度 公務員任用考試制度的最大的絆腳石 上一次我 好不容易逼著這個消防署同意了 警政署同意了 把我們這些警察考試的身高門檻降低 結果卡在考試院 考試委員不同意耶 這好奇怪喔 原住民如果要考這個警察跟消防員 男生的身高可以是157公分 女生是155公分 非原住民要比較高 這個道理我搞不 我聽不懂 我們如果要把這樣原住民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把考試的分數降低 那為什麼 同樣去擔任警察 那我們考試委員說 擔任警察 如果太矮的話 就沒有嚇阻力 就不足以威嚇 這個對手 那為什麼 原住民就可以身高比較矮 是因為原住民的這個看起來比較嚇人嗎 你們考試委員意思是這樣嗎 沒有道理嘛 為什麼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身高 是不同的標準 我搞不懂耶 報告委員 這個你剛剛提到的說 考試委員不講道理 這一點啦 我待會兒替考試委員講一下 因為依據憲法第88條是考試委員 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執權 他們19位都來自不同的領域 19位合在一起就不講道理了 19位 不然你替他們講一個說服我的道理 他們是以他們的專業良知 那就最糟糕了 他們講不出道理來反駁我 但是他們做決定 不然你替他們反駁我 為什麼原住民跟非原住民身高標準不一樣 操作同樣的器材啊 穿同樣的制服啊 服同樣的勤務啊 什麼道理嘛 我在想當時考選 你不要再想 你如果參加會議你就告訴我說他們是什麼理由 這個沒有什麼好想不想 用理由來說服我 我沒有參加那一次的會議 你沒有參加 對 所以你沒有列席 所以誰參加了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就這樣子啊 誰做了決定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說考試委員做了決定 好不好 回去想清楚 到底為什麼考試院必須要獨立存在